大家好,我是格子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家宝贝第一天上幼儿园 其实孩子上幼儿园 我大人心里还是比较焦虑的 因为不知道孩子能不能很快适用环境 不知道孩子会不会在学校哭什么的 闹什么的 其实从小我家宝贝都是我和我老婆一直待 然后今天等于是第一次脱离我们 所以说希望他能顺利的适应幼儿园的环境 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幼儿园 然后其实上幼儿园很好玩的 就是你跟小朋友一起去玩 跟玩优乐园是一样的 好不好 然后如果有事的话找老师 比如说 等你下学的时候 妈妈会第一时间去接你 好不好宝贝 然后如果在学校 小朋友们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 但是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妈妈 就是老师好不好 所以在学校呢 第一要听老师话 第二呢 你有任何问题都要找老师 比如你想上厕所了啊 我要小号 我要大号 你跟老师说一声 好不好 啊 然后呢 在学校呢 要跟这个小朋友们 啊 都一起玩 好不好 要学会这个保护自己 好不好 这个是你的画笔宝贝 当老师说拿出画笔的时候 你就拿这个 好不好 啊 然后呢 你上厕所的话呢 这块有纸啊 这些呢 是你要换的小衣服 啊 如果身上湿了 然后啊 就跟老师说一声 你说我要换衣服 然后就到这里拿衣服 啊 这挺精神啊 宝贝啊 我们现在又上学去了 走 在学校要听老师话 这书包背习惯就不沉了啊 宝贝 到幼儿园就可以摘下来了 对 到幼儿园就可以摘下来了 啊 亲爱的 走 来走吧 走了 还费得领着你 是不是 走 到幼儿园就玩了 跟小朋友们 好不好 走 一会儿中午 玩够了 然后中午爸妈妈就来接你了 好吗 亲爱的 今天你看前面全是上幼儿园的小朋友 咱们现在也去 其实到幼儿园呢 就是玩玩 然后中午呢 爸爸妈妈就去接你了 好不好 天哪 这么多人 现在我们把这个孩子送进去了啊 我现在呢 是又激动啊 有点担心啊 激动呢 是这个孩子长大了啊 终于上幼儿园了啊 然后这个能够更好的去学习 更好的去成长了啊 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担心他这个第一天入园啊 可能不是很适应啊 然后会不会哭啊 会不会闹什么的啊 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尽快的啊 顺利的适应环境啊 这样我们做父母的呢 也放心了啊 我去看你了 我这就很适应了 是 我们吧 我去看你了